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会接受第一阵向我行贿 绝对不会 凡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说这你是农民的儿子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 又你这么不坏儿子 迷雾重重 激流暗勇 凡腐斗士无惧无悔 以坚定的信仰 无畏的勇气 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 请听长篇小说 《人民的名义》 作者周梅森 演播 纪韩邦 下岗安置费问题 又扯出蔡成功一段赖皮行径 蔡成功还不起五千万过桥款 和衍生的高额利息 大风场股权 应该依法过户到山水集团 这时候 他的合伙人丁一真 又来找高小琴了 说蔡成功太困难了 负债累累 安置费得山水集团出 高小琴指着陆一可的沙发说 丁一真就坐在这儿说的 她是光明湖项目总指挥 她的话 我敢不听吗 我就和蔡成功谈判 签了个补充合同 又出了三千五百万的安置费 这才把产权过了户 陆一可就问 那这笔钱 蔡成功用到哪儿去了 高小琴在空中画了一个圈 当天就被民生银行画走了 蔡成功让我们画款时 并不知道自己的基本账户 被法院查封了 陆一可说 可蔡成功说 大银行都不贷款给她呀 高小琴说 这人嘴里哪有实话呀 荆州哪家银行 她也没少骗贷 据我所知 现在她欠民生招商 还有工农交建四大行的贷款 不下五六个亿 她和丁一真 这是做局坑我们山水集团呢 在审讯室里 欧阳经一发的理直气壮 幸亏我们当时果断终止了贷款 否则我们荆州城市银行 麻烦就大了 前几天 我特意从银行征信系统查了一下 蔡成功和他旗下的企业预期贷款 本息已经达到五亿六千多万 加上社会上没法偿还的高利贷的本息 接近十个亿了 希望你们查查蔡成功的举报动机 这个奸商干嘛突然举报我 他是想通过你们新来的反贪局长做局 把他自己保护起来 他现在在外边很不安全 放高利贷的一直追杀他 他已经被人家绑架过一次了 关在狗笼子里三天三夜 差点没疯了 高晓芹也说到了蔡成功和狗笼子 说是狗笼子里的日子太难熬了 比兽刑还痛苦 狗笼子高度和宽度都不过半米 长不过一米 蔡成功被关在里边既不能坐又不能躺 就算是坚真不屈的地下党员 只怕也熬不过二十四小时 而蔡成功竟然停过了三天三夜 侯亮平相信欧阳京和高晓芹 说的是实话 现在他已经能用全新的角度 审视蔡成功了 这个发小竟然是所有事件的祸根 欧阳京满腹怨气 实话实说 高晓芹的话也有根有据 尤其是高晓芹 竟然如此清白 简直成了一朵出乌泥而不染的莲花 在这之前的办案思路全都错了 让蔡成功带进死胡同去了 侯亮平也不知道该抽发小的嘴巴 还是该抽自己的嘴巴 但是一个理性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来了 且慢 看守所里 蔡成功开始耍赖 说支持不住了 头上的伤没好利索 市公安局就把他关到看守所 他要求见侯亮平 有事和侯亮平当面说 侯亮平看着屏幕上耍赖的蔡成功 沉着脸 开始了和蔡成功的对话 蔡成功 现在是我在和你说话 你看不到我 但我能看到你 你听着 你满嘴谎言 胡言乱语 已经让我很被动了 我希望你就此打住 实事求是的交代问题 你到底欠了民生银行 和其他各大银行多少贷款 还有多少社会上的高利贷 大屏幕上 蔡成功可怜巴巴地说 侯局长 你既然都知道了 那还问我干啥 我这几年欠的债太多了 这辈子也还不上了 讨债公司的黑社会饶不了我呀 所以我想到你这来坐牢 侯子 我 我在外边有生命危险呢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侦察方向被误导了 明明是蔡成功和丁一真 捅下的大窟窿 蔡成功却把自己装扮成了受害者 侯亮平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 在北京家里 蔡成功举报丁一真和现在举报欧阳京 都是有目的的 丁一真是副市长 欧阳京是李达康老婆 蔡成功就是要引起注目 逼他和反贪局行动 发小负债太多 太恐惧了 想让他给自己在监狱安排度假 真相初步查明了 对蔡成功报补保护已经没有必要 审讯结束时 侯亮平主动提出 既然事情是这样 蔡成功一案 还是交给市公安局侦办 季长明赞同说 好 我今天就安排批捕 本来赵东来也在催 这时 侯亮平的心里很难受 希望领导批评几句 但是没有 领导反倒提出 晚上请他吃烧烤 侯亮平谢绝了 他和同志们需要好好地反思 分手的时候 侯亮平郁郁地说 季姐 我这次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季长明拍了拍他肩头 失望什么 要看光明吗 916事件的背景真相 基本上查清了 欧阳青受贿五十万的证据 也拿到了 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银行系统的非公职人员 职务犯罪案 蔡成功 难道只贿赂了欧阳青吗 城市银行其他人贿赂了没有 还有那么多的贷款银行 这个奸商 是怎么把五六个亿 带出来的 你们都要好好查 一查到底 侯亮平有些冲动 握住这位兄长般的领导的手 很命地摇了摇 傍晚时分 侯亮平独自来到操场 检查大楼后面这块空地 是干警们活动的好地方 几个小伙子在打篮球 侯亮平忧双杠 这是他最喜欢的运动方式 和齐同伟一样 他也很重视健美训练 脱了外衣 轻轻一跃 侯亮平就撑着双杠 悠荡起来 在心情烦闷的时候 他会加大运动量 向宣泄 向自虐 直至筋疲力尽 侯亮平深深地陷入一种挫败感 没想到蔡成功 让他在这一回合输得这么惨 所有的线索突然间断了 这混账的菜包子成了对手的一堵挡风墙 让他欲想推演的全都落空了 强大而狡猾的对手忽然隐顿 不留下任何踪迹 下一步怎么办 怎么办呢 球场上打篮球的小伙子都停住手 目瞪口呆地看着侯亮平 这位新来的反弹局长像钟摆一样 似乎要在双杠上永远地摆动下去 荆州的夜晚比白天热闹 商店霓虹灯耀眼 行人摩肩接踵 街上车水马路 要过中秋节了 人们是格外的忙碌 采购送礼 人情往来 平凡的生活忽然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侯亮平去医院探望陈海 一路上观察周围的情景 抬头望月 虽然没有圆满 却也银灰四射 招人眼目了 陈海已经转入普通单人病房 侯亮平在病床前看着陈海 像以往一样 在心里默默地 像昏迷中的兄弟倾诉着心声 陈海啊 我今天倒霉透了 三堂会审 竟然审出了一个清白的阿庆嫂 和一个十恶不赦的蔡成功 憋破眼镜啊 事实证明 蔡成功不是好东西 可她再不是东西 也没能耐安排 丁一真出逃加拿大呀 丁一真出逃的获益者是谁 阿庆嫂是潜在的获益者 可是呢 她却清白地让我难以置信 我让老季失望了 老季不错 没趁机把我猴毛修理我 还要请我吃烧烤呢 可我好意思去吃啊 不惭愧吗 会审之前 我还和老季说要突破了 结果闹了这么一出 我恨不得抽自己俩嘴巴 病房的门半开着 门外好像有人影晃动 侯亮平和陈海 进行着心灵的对话 并没注意到这一细节 两只轰轰乱飞的苍蝇 时不时地落到陈海的头上脸上 搅乱了侯亮平的心绪 侯亮平起身四处看了看 想找苍蝇拍 没找到 就挥手去赶苍蝇 不料 就在这时 门外两个大汉闪电似的冲了进来 侯亮平还没反应过来 就猝不及防地被扭出了病房 直到拉拉扯扯来到警车前 侯亮平才恍然大悟 你们是警察 其中一个大汉把侯亮平推上了警车 少啰嗦 上车 警车飞驶 路边的灯火向后飞掠着 侯亮平被挟持着坐在中间 十分的别扭 他知道这是误会了 就打听两位便衣警察是哪儿的 省厅的还是市局的 是省厅 他找齐厅长 是市局 他找赵局长 两个大汉不理不睬 侯亮平不得已亮明身份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检察院新来的反贪局局长 两个大汉似乎醒悟了 相互探寻地看了看 一个说 你新局长想搞死老局长是吧 另一个说 你一进病房我们就注意你了 就是 你来了就别走了 等机会吧 你鬼头鬼脑地看四处没人 终于下手了 伸出魔爪 侯亮平是哭笑不得 你们说相声是吧 我是找苍蝇拍替陈海赶苍蝇 还魔爪呢 快给你们领导汇报一下 其中一个大汉想了想 汇报了 汇报完 没让侯亮平说话 就把电话挂断了 警车开到一座 绿阴眼映的小洋楼前停下了 这个地方侯亮平从没有来过 是郊区的一座别墅 四下静谧 环境不错 秋虫鸣叫格外的响亮 偶有萤火虫飘过 拖曳出一道绿光 好一个世外桃源 只是侯亮平搞不明白 便一警察 把他带到这儿干什么 赵东来笑着迎了出来 给侯亮平解了货 别紧张 这是九二一办公室 我们市局的一个专案组 在这儿工作 说完 使劲地握着侯亮平的手摇了摇 一副情真意切的样子 侯亮平甩开赵东来的手 我说赵局长 你故意出我扬相是吧 赵东来说 是你做出了可疑之事吗 我的人见你仕途不轨才动手的 侯亮平这才问 你们也一直在保护陈海啊 是啊 本来四个人 你们加强警卫以后 我就撤了两个 今天既然不期而遇了 正好碰一碰情况 九二一办公室是一座小楼 外表漂亮 内部装修简单 底楼有的房间还裸着水泥地 二楼好些 铺了地板 但货色一般 做工粗糙 有的地方踩上去支支响 赵东来说 这楼本是抵押给银行的 债主还不上钱 银行又卖不了 闲着也是闲着 就暂时借给市局办案了 进了办公室 两位等在那儿的警官 及时站了起来 赵东来指着两位警官 向侯亮平介绍 这一位是九二一案件负责人 刑侦处黄处长 这一位是经济侦察支队的 陈支队长 最近在抓几个 非法集资的大案子 其中包括一起 蔡成功涉及的 非法集资案 侯亮平上前 和两位警官握手 赵东来让刑侦处黄处长 先介绍一下 九二一案件的 侦察情况 刑侦处黄处长 点了点头 打开卷宗 条理清晰地 说了起来 陈海于九月二十一号 早上被撞 所以案件就以日期命名了 他们从案件发生的 那个早晨起 就不相信这是一场车祸 而怀疑是谋杀 现在已经查实 赵氏司机有黑社会背景 四年前酒驾撞死过一个人 被判了两年刑 这次顾忌重演 有受人雇佣 蓄谋杀害陈海的嫌疑 此人肇事前 喝了不少酒是事实 但此人血液中的 酒精分解煤高于常人 有很强的酒精免疫能力 可被拘以后 不论怎么审问 他就咬死一句话 喝多了 其他的一句话不说 这家伙是二进宫 老戏马重演 有经验 他显然知道 酒驾肇事 也就是三年以下的刑 蓄谋杀人 那可是死刑 胡亮平问 那么 究竟是谁雇了 这个酒驾杀手呢 赵东来说 这正是我们要追查的 于是 我们就注意到了蔡成功 赵东来打开咖啡机 满条丝里地煮起了咖啡 又用挖苦的口吻说 自从我们盯上蔡成功 你的影子就伴随着蔡成功 保护着蔡成功 就怕你发小落到 我们手上受委屈 这我没冤枉你吧 侯亮平说 这很正常啊 蔡成功是 欧阳经受贿的举报人呢 赵东来指出 而欧阳经又是 李达康的夫人 直说了吧 你们怀疑李达康 会通过我们 对蔡成功杀人灭口 对不对 侯亮平只能用笑 来掩饰这窘迫 好了好了 赵局长 你就别编故事了 话既然说到这 我也要问了 你们逼着蔡成功 反复念一个举报电话 又是怎么回事 蔡成功认为 你们是要诬陷他 这也让我和同志们 很不理解 赵东来说 这个呀 正是我今天要和你说的 黄处长 把蔡成功的两次录音 和陈海手机里 恢复的那段举报录音 都放给侯局长听听 让侯局长也来判断一下 这是不是一个人的声音 刑侦处黄处长答应着 立刻启动了仪器 开始放录音 陈局长嘛 我要举报 我要举报一帮贪官 他们不让我好好活 那我也不让他们得好报 我有个账本 要当面交给你 录音就这么几句话 重复放了三遍 侯亮平认真地听了以后 做出判断 这不是蔡成功 肯定不是 两个录音 明显不是一个人的声音 蔡成功点头 不同技术部门的多次测定 也是这个结论 这就是说陈海在车祸前 接到过两个举报电话 一个举报电话是蔡成功打的 但是没留下录音 而留下录音的 却是另外一位举报人 这个举报人 才是关键所在 那么 这个人是谁呢